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师父养徒弟啊 在西藏是弟子要供养上师的 西藏的上师除非他很慈悲 有特别的福报才会管你十一住行 否则你要自己准备到粮去求法 那惹穷巴呢就呢 通通呢就打点 他花了三天三夜 终于把所有的财产卖掉了 他非常高兴 他突然看到一个 哎呀我还有一个跛脚的那个老的母羊 那个羊是平常他这个挤牛奶的 早上挤牛奶 然后做书游供佛 然后有时候冬天他就喝牛奶 他就想哎呀这个老的那个母羊哦 又是跛脚的 跛脚就是一只脚断掉歪歪不能走 他想这个上师大概不会吧 他就很高兴哦去供养 然后呢一路唱着三歌 然后就说我要去见蜜勒日巴 见到蜜勒日巴他当然很虔诚 顶礼献上哈达 然后呢就全部说 上师啊我为了利益众生求无上的妙法 我现在通通通一供养你了 他说你说通通没有吧 你有没有骗我啊 你家里还有一头老的跛脚的母羊 你没带来啊 哎呦他说上师你要吗 他说对我要 没错 他说立刻你给我回去 他这时候哇天已经黑了 上师说回去就回去咯 他说真的呢晚上呢就拿个油灯了 把他山涉水的跑回去 跑回去了呢 那羊妹妹已经睡 那个母羊已经睡觉 他说哎起来起来上师要你啊 他就把他背起来 然后呢又连成港 用跑的到第二天来 然后就看到上师说 上师我全心潜意 身口意供养你啊 这时候蜜勒日巴 这个母羊哦这么老了 又这么臭算了算了放旁边去 他心里想那你足利干嘛叫我去呢 然后这时候他动了一个念头 蜜勒日巴就骂他说 热穷吧 你对我的心并不恭敬啊 你动什么念头我是知道的 我只是测试你 你说身口意完全供养 其实你还是留了一只薄角的牧羊 表示你的心并不清净与圆满 各位这个故事就告诉你 完全唯妙物的布施是不容易的 知道吗 有时候好的上师他只是测试你 其实蜜勒日巴他本身什么都有啊 对不对 他什么都不缺啊 对不对 他心中具有无量的珍宝 他可以变现各种 他可以透过神通力变现各种珍宝 他什么都不缺的 所以布施是要舍你完全的这个 贪爱心跟吝啬的心 再看二十五 田园修道处 然后池井集会堂 土地病杂物 客舍等皆失 假如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住的房子 或者是花园能够供养变成佛堂 或奖金的修道处 这是非常好的 甚至古来呢 古来的时候交通没有像这么方便 社会建设没有这么好 喝水是很重要的 所以假如一个城镇里面有水井 也是大家会集会的地方 意思是说 把土地或建筑能够供养给三宝 变为修道处 讲堂金色这功德是很大的 所以土地病杂物一切都不失 看二十六 乃至于有两族的四族的 两族的有很多动物 四族的各种动物 乃至于一个南瞻部州这么多的村落 跟国王跟首都 乃至于国土内的这个一切土地都不失 这是指共事 看物二不共事 不共事有两种 为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 为什么讲不共事 注意听 人间可以吃的东西天上不能吃 举个例子 你看到狗 对不对 或猫 有时候吃很肮脏的垃圾 可是对它来讲是美食 可是我们人间的东西会觉得呢 哎呀那很丑陋啊 可是我们人间虽然来佛堂吃饭很香啊 可是天上的天人闻到人间的味道 还是不够香的 所以讲共事跟不共事的标准是什么 六道众生啊 取决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这叫不共事 不共事里面它是讲一句 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 举例说 此有多种 若失 身内受用 饮食等等 叫可食 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你买的便当 果汁或水果 这个可以布施给贫穷的人 第二个 不可食是指身外的受用 比如身上挂的金银珠宝 香麦 整整穿的衣服珍珠宝珞 还有土地财物 乃至于在花园里面种种的布置之物 这些是不可以吃的 但是它有很高的价值 所以可以布施 接下来看二十七 二十七说 布施你所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各位小朋友 开始我要跟你化圆了 你的小熊威尼亚 一个到三个就好 第四个以后请你布施 布施给贫穷的人 布施给孤儿院 布施给养老院 或孕幼院 有些小朋友他很有福报 你知道吗 很不幸的说 我们台湾全世界经济都不请进 大家都知道最近汽油涨 什么都涨薪水不涨 连微笑费都涨了 那台湾呢 昨天做调查 现在的小朋友 贫富不均差距大概有二十倍 有钱的小朋友 有两个书桌 两个电脑 没有钱的小朋友回到家里啊 连做功课呢 都要趴在地板上 还要拿那个垃圾箱子呢 来垫着才做功课 没有钱的小朋友 一下课了以后 要帮爸爸妈妈去卖面 卖菜 还有做夜市卖生意 有钱的小朋友 一下课以后做什么呢 学音乐 学钢琴 还要学骑马 晚上还吃好吃的燕窝 你看 众生的福报就不一样 所以各位小朋友 应该学着你 最好的东西 也应该布施给人家 父母也应该教小孩 当然每一年呢 大家都会随顺西方的习俗 Happy Birthday 给你生日礼物 可是有时候我看有些小朋友 好 整屋子啊 堆的都是呢 Titty Beer 跟 Winnie the Pool 太多了 留三个就可以了 留个三个 早上报一个 中午报一个 晚上报一个 对不对 那你说 哎呀 师父他很讲究 要七天呢 报七个 那也好 第八个以后布施 真的 不要把小孩子宠坏 他有福报 但是你要告诉他 孤儿宴 养老院 育幼院 甚至呢 其他国家 我们讲是所谓的展望基金会 或是这个 就South Africa 南非的人民 你把这个可爱的小熊送给他 他会很感谢的 他一辈子都没有礼物 也没有人关系他的 所以佛教徒 小朋友自己不要有贪心 父母也要教他 第四个以后应该去布施 这里讲 施你最好的玩具 而且利益呢 需求者 唏嘘者 就是真正需要的人 因为众生 会得到你的关心 然后布施的人呢 你会感觉非常的欢喜 而不会恐惧 第二十八 请看三十二页 布施其所难舍 布施就是你最难舍的东西 要去舍 乃至于我们一般呢 眼耳鼻舌生意呢 眼手足眼鼻舌 在现代科技可以接受的范围 我们会提倡器官捐赠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也有佛菩萨也布施心 跟头 现在的科技 美国 加拿大最大的科技 可以布施心脏的 不过呢 他是人死了以后 他可能有局限时间 就要割心脏 有些是八个小时以后 可以割的 像眼角膜 这些呢 你都能够利益众生 割头的话 比较少 因为我们头给别人家 别人会选用 你的头很脏很臭 可是佛在世的时候 是眼耳鼻舌生意啊 他通通布施 举身稀能布施 五三 做个小节 请看二十九 修行时 布施时 要常常对于接受的人啊 升起福田响 就像你布施给他 你还要感谢他 就像你跪他 就像呢 很好很好的眷属一样 三十 布施所有的果报 可以具足各种善法 善聚集 各种善根具足 而且第二个 要回向给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 第三 要发愿成佛 以及成就清净的净土 所以把第三十首 画一个记号 这一首很重要 布施有三个功德 一 聚集一切的善根 释出世间的善法 第二个 要懂得发愿 回向给自己 跟其他的一切众生 第三 要发愿布施的功德 将来成佛 以及成就清净庄严的佛国土 三十一 菩萨所行的布施 正回向佛体 佛体就是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时候 菩萨把世间的谈那 陀那 陀那 陀那就是指 布施 加那 陀那应该是叫加那的意思 范文 这样子的话 回向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叫做布施波罗蜜 可见这个布施波罗蜜呢 是与智慧相应的 注意听啊 佛教跟其他宗教里面都建医院 都建慈善事业 可是它的功德不同 是因为当我们做佛弟子的时候 以菩提心 捐医院 然后捐钱 最后你发愿 回向成就无上的佛道 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 所以整到这里讲 跟布施波罗蜜有两个重点 请写下 第一 与智慧相应 第二个 回向无上的佛道 否则你说佛教徒做很多善事 一贯道也做很多善事 在台湾一贯道是合法的 在其他国家我不太清楚 在台湾因为一贯道有很多文物百观 所以一贯道 像冬天的时候 发米啊 发衣服啊 发冬天的这个被子 发的东西是比我们佛教还多还多的 所以你不能认为这个就叫布施波罗蜜 它是布施成为人天的福报 但是我们佛教徒 是透过布施 一 与智慧相应 二 发愿回向于无上的佛道 所以叫做布施波罗蜜 这是你将来成佛的资粮 这是不一样的 看三十二颂 若彼 若此案 亦无能说者 施果道与彼 未说为施彼案 所谓彼案跟此案是指 我们凡夫在生死大海 从海的这一岸 要渡到另外一岸 我举个例子 就像新加坡 从这里到巴旦岛 听说巴旦岛有一万个岛 每一个岛住一个星期 绕一圈要三十年 哇 那太多岛了 那你想看 从新加坡到巴旦岛最方便的是什么 搭渡轮 Ferry 意思是说从这一岸到达彼岸 那让你到达的方法是什么呢 要搭船 船要有条件呢 我们要买船票啊 那船票第一个呢 你要肯舍肯出钱 这叫布施波罗蜜 接下来再看补充资料 三十二页第九行 大宝基金善顺菩萨会里面说 有一天佛讲经 讲给波斯尼王跟无量的菩萨听 刚开始波斯尼王站起来说 善哉善哉世尊 请问你可不可以教我 怎么叫富国强兵 就因为当时印度有八个国王 波斯尼王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国王 他是虔诚的佛弟子 也是佛的大功德主 然后呢他供养佛很多 但是他希望呢 我将来要这个富国强兵 佛跟他说你要有财布施 你才会富国强兵 这时候与会大众呢 站起来有个善顺菩萨说 佛陀如我了解你所说的教法 财布施是不究竟的 因为有生就有灭 应该发愿持戒布施救度众生 以法救度众生 这才是最大的功德 当他讲完以后佛赞叹呢 善顺菩萨说善哉善哉 这个善顺菩萨能够了解诸佛的真实意 这时候波斯尼王在旁边 他也挺有善根的 他听到以后就说 那佛我改变主意好了 我接下来也发愿 所以波斯尼王呢 听到佛的说法以后 他发了愿 发什么愿呢 幻灯片 讲义上有写 他发了愿 三个愿 一愿 愿得无上大菩提 二 愿一切众生得到究竟安乐 三 愿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 请你做个记号 你在佛前点灯的时候 应该发这三个愿 第一个愿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 都成就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简单的说就是要成佛 很多老菩萨什么都发了 就少这一条 他跟佛菩萨讲 我家呢 我希望啊 我孙子健康 儿子读书好 媳妇漂亮 然后呢 儿子发大财 那家里呢 健康长寿 每个人活到长命百岁 然后呢 出门呢都快快乐了 什么都发了 可是却没有发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这个才是究竟的目的 第二 要常常想 不单单想新加坡的众生 要想到一切的众生 尤其现在这个众生啊 科技越发达 所有的众生苦难越多 比如说战争 疾病 像前一阵子的SARS 就全世界很紧张 还有恐怖事件 人心惶惶的 还有呢 动不动呢 就是呢 沙城暴 然后呢 水灾火灾 对不对 不然就是呢 传染疾病 对不对 听说美国现在有一个叫做 金色葡萄酒菌 它呢 这个病毒是比IOS呢 还严重 美国在有一周啊 一个礼拜之内呢 十个学校很多学生都因为 金色葡萄酒菌而死掉的 所以只好呢 那一周下令有一天全部放假 为什么 在学校里面 十个学校全部拼杀虫剂 没办法 当然这是杀生啊 可是 他不杀的话 众生会死亡啊 所以现在新加坡 听说好像立法有些地方 也必须要喷 那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呢 照顾众生为主 所以金色葡萄酒菌 现在蔓延得很快呀 再讲的更白一点 后面讲十戒波罗蜜 假如你男女关系呢 不谨慎的话 你得到性病的话 你终生后后悔 你的伴侣也会传染 将来你的小孩子 也会被传染的 所以一失足啊 千古恨 所以人类只要得到一个病菌 全球的人都会人心惶惶的 这是什么 共业 所以你应该第二个要发愿 愿一切众生得到究竟安乐 远离一切疾病 恐怖不安 远离一切战争 远取一切的灾难 你要真心真心生起这个愿心 第三 也希望 不管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愿一切的众生 最后都能够听闻佛法 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 这个才是很重要 当他发完这个大愿以后 释迦牟尼佛就赞叹他 后来呢 波斯尼王就把财分分三份 请看幻灯片 第一 第一份 他的所有的财宝 波斯尼王是国王 他把所有的金银宝库打开 分三份 一份供养释迦摩尼佛如来世尊 以及他的比丘僧团 共生 所以共生功德很大 我也知道新加坡都很流行 每一年都会有共生 台湾也是有栽生大会 第二个不但共生 也要布施王摄成里面 所有贫穷苦恼 无依无护的贫穷人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你都应该帮助他 因为他很贫苦 第三个 留着一份财富 留着治理国家用 第二个 B 我多想一点点 注意听 各位 假如你现在有十万新币 十万新币很多 两百万台币 请问有些人可能要做功德 建一尊佛像 对不对 同流经的 当然非常非常好 你供佛功德当然很大 你能够供十万新币 哎呀你真是大功德主啊 可是我问你 这样你发愿以后 你将来会当国王 可是假如要是我的话 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十万新币呢 我会五万共佛 我还是共佛 做漂亮庄严的佛像 五万呢 拿去布施 这个寺庙外面 佛教跟非佛教 贫穷的人 教育基金跟医疗基金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去印度跟尼泊尔 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佛教徒很虔诚 很有福报 非佛教徒很可怜 举刚才的例子 假如你只是所有的钱都共佛 当然福报很大 你会当国王 可是你当了国王以后呢 你旁边通通都是穷人啊 听懂吗 那很难治理国家的 假如你十万新币里面 有五万新币共佛 你会当国王 可是五万你会布施 外面寺庙以外 贫穷 教育基金 医疗基金 甚至流浪的孩子 流浪儿或是孤儿 将来这些啊 你也发愿 叫他一起来佛前发愿 当你做国王的时候啊 走外面所有的人啊 就变成了你的佛弟子了 这样听懂吗 眷属圆满 是要这样修来的 不论在家出家 有些人人缘很好 他是生生世世修来的 对不对 有些人人缘不好 那也是你自己没有修 所以你要广结善缘 所以听好佛也亲自教 波斯尼王 不是只有全部只共佛 另外三分之一呢 要供养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尤其是贫穷苦恼 孤单无医护等 以现在来讲 教育基金医疗基金 或是孤儿或流浪儿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是值得你去做的 但是要发愿 接下来他讲完的时候啊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说法 善顺菩萨的发愿 所以当时国内五百大长者 也效法波斯尼王的发愿呢 也发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结果每一个人啊 通通都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曾经我在国外其他的国家 遇到非佛教徒来问我说 师父他用英文问我 他说你是佛教徒 请问你有什么祝福给我呢 我说请问你从哪里来 他说从某某国家 比如说从澳洲或纽西兰来 我说最好的方法 因为他很有福报 很聪明 我说希望你用你拥有的福报 去帮助你国家里面的 教育基金 医疗基金 跟贫穷基金 我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 但是你若愿意做教育医疗 跟贫穷基金 这三个的话 取之于你这个国家 帮助你这个国家 你的家 代代呢 都会很有福报 很有福报的 他听得非常感动 为什么 他不觉得说我要叫他画园 一定要供养我 或供养三宝 我不会这么说 因为他非佛教徒 我反而是叫他供养他自己的国家 取之于人民 用之于人民 供养教育 医疗跟贫穷基金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福报的 好 讲到这里 就看到这一段经文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叫发愿 请你写下来 发愿很重要 所以布施 不是在乎你的钱多少 下面我要讲一个 我一直很喜欢讲的故事 几乎我在每一场里面 都会讲的 就是贫穷的婆罗门女 他有一天在释迦摩尼佛出世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国王 皇后都拿了很多金银珠宝供佛 这时候啊 他觉得自己很丑陋 因为呢 他很贫穷 他是一个乞丐 乞丐呢 他没有钱啊 但他很想供佛 有一天佛的这个王舍臣做呢 做法会 做法会以后呢 他呢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想到这个时候啊 法会我终于可以做功德了 因为这个法会是在一个月以后 佛陀呢宣布一个月以后 这个结下安居呢 的时候之前呢 他要做一个大法会 诵经念佛 也供登 发愿回向 这个贫穷的婆罗门女呢 他是乞丐 你知道他乞丐每天是做什么吗 去垃圾捡东西 捡了东西以后呢 就去卖钱 他捡了什么 这个破烂的金银铜铁 卖了以后呢 他就去积 他积了一个月的 他每天都想供佛 他积了两枚金币 后来这个两枚金币呢 就跑到一家店里面去买油 供登嘛 要买油啊 然后呢 那个老板就问他说 贫穷的婆罗门女啊 你买这个油干什么 你自己连吃饭都吃不饱啦 你身上臭臭的脏脏的 没人喜欢你啊 你买这个油 到底要做什么呢 他说我告诉你啊 释迦摩尼佛 在一个月以后啊 对不对 要供登啊 要做法会啊 我好不容易捡了 一个月的垃圾 我卖给你 我就是跟你两枚金币 我要买油 我想去供佛 因为我没有福报 我希望得到佛头的祝福跟家 吃 那个老板也很有善根 听完以后就说 哎呀那我油多给你一点好了 然后他带的油很高兴啊 他就留着 过了一阵子呢 法会开始的时候啊 哇所有人呢 都是穿着金银珠宝漂亮的衣服啊 买香花灯果煮来供登 那他呢 是人家走的时候 快天黑的时候 才偷偷地跑过来 然后他就点了一盏灯 当他发愿 愿我及一切众生 生生世世涌离出 无明黑暗跟恐怖 第二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生生世世都有 智慧与光明 第三 愿我一切跟众生 一切都成佛 他就供了这盏灯 供完以后呢 他就走了 他发了这个愿 那当时呢 阿南尊者跟穆坚连尊者 是做香灯师 因为供灯嘛 怕晚上啊 这个灯啊 会烧起来 所以他都要把蜡烛给熄掉 大穆坚连尊者有神通啊 他神通一吹 所有的吹熄了 可是他们觉得很奇怪 怎么有一盏灯啊 怎么吹啊 怎么吹啊 都吹不熄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他们就告诉佛陀 佛陀说这盏灯 衔结千佛都不能灭的 后来第二天 那个呢 婆罗门女呢 又来参加法会 他躲在最角落最角落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丑陋 大家都很有福报 都坐前面 这时候 佛呢就放光 就说 善来 婆罗门女 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他因为看到佛庄严啊 佛呢 非常的慈悲啊 慈祥 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佛又放光啊 说法 手印叫他过来 他就很虔诚的 到了面前 然后呢 昨天的发愿呢 再发一次 对一切的人发愿 佛呢就赞叹 他说 善哉善哉 婆罗门女 虽然很贫穷 但是他积聚供养三宝的功德 已经连续一个月 他发的愿呢 这盏灯 咸结千佛都不能灭 所以他将来会成佛 叫光明如来 这时候一讲完以后 所有的大菩萨 非常的赞叹他 赶快拿花供养他 香花灯果竹 玉天曼陀罗花 很多菩萨也奏祭乐说 哎呀我们认为我们修得很好 原来我们比不上这个贫穷的婆罗门女 这个故事很重要 我在很多讲经里都讲过这个故事 意思是说 真正 布施的功德在于你的心量 还有在你的发愿 贫穷人也可以做功德 可是我们若不了解佛法 不了解六度波罗蜜 总觉得说好像钱出了多就是功德多 不一定 听啊我也不是叫你不要出钱 你假如你有发愿 你又能够布施很多很多的钱 那你的功德更大更大更大 但重点是 假如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学佛 那我问你贫穷的人不就永远没办法翻身吗 可是有时候事实刚好相反 佛在世的时候 他不但接受文武百观的供养佛陀 他也有平等心 也接受最贫穷的婆罗门女 是乞丐供养佛啊 佛却为他授祭 将来会叫做光明如来 所以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 你供佛的时候 你供佛的时候 你供养的时候 你应该在佛前先点香发愿 然后你再把功德经投下去 这样的话你才有功德 而不是说到每一个寺庙 师父捐钱了 对不对 教一教 盖个印章 好了就走了 那跟世俗做生意没什么 其实你那个只是福报 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你根本没有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为了成佛发广大的愿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在供养之前 能够在佛像 是在三宝面前 然后呢 最好是在佛像 因为佛是最圆满的 点香 然后发愿 发完愿以后 你呢再去做功德 这是最大的 接下来再看 丁二法师分二 物一世间法 物二初世间 请看物一世间 在三十二页第二十行 然可以受用的法师也有两种 分为世间跟初世间 简单的说什么叫世间跟初世间 世间法是与贪嗔痴相应 初世间法是与贪定会相应 虽然六祖坛经里面也有不同的定义 但这里简单的讲 就是与初世间的贪定会相应 就叫初世间法 他说若因法师于轮转中 轮转就云为生死 非正翻明 今改为流转也 这是说龙树菩萨说 觉得流转啊 生死啊 生死是古代的翻译 现在改为生死流转 流转会比较好 因为为什么呢 以后诸云流转者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呢 我们的生死呢 生了接了死 死了接了生 我们生生世世呢 是像流水一样都在转动 没有停过 我们出生以后 我们就有可爱的身跟境界 就我们有可爱的身体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执着这世间 贪嗔痴烦恼的业力而来的话 这个叫世间 物二初世间 若因为你听闻了佛法 了解了文思修跟戒定会 因此若因法师的果报 而超度这个生死流转 这个叫初世间 好 请看补充资料 这个补充资料 来自于大制度论 菩萨对于布施 应该要不要怀疑 所以怎么样 对于佛讲的教法 不怀疑呢 大制度论说 菩萨如何做到信心很深厚 而功德力圆满呢 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 福德大顾 二 身性力强 三 恭敬诸佛 四 灭除戏论 第一个 福德大顾 就是说 学习佛法 这个布施波罗蜜啊 要生生世世修 刚开始你学佛的时候 可能 哎呀 初一十五道了 好 开始做功德了 那三十天里面 两天做功德也不错 不过还是少了一点 接下来呢 六灾日你做功德了 或十灾日做功德了 还是不错 但是还是不够 真正布施是念念都在布施 天天都在布施 看到众生真的需要我帮忙 我就毫不怀疑的帮助他 这个是生生世世都要修学的 所以福德才大 第二个 你对于佛讲的这个 深信力强 对正法的学习 是很长远 而且很深信的 这里我要再讲一个例子 让你知道 为什么布施功德很大 注意听哈 我们的心啊 像一面镜子 上面有很多的灰尘 有贪真知的烦恼 就像神秀大师讲 时时情浮事 勿时抹尘埃 我们的心啊 本来是有像佛一样 广大无边的功德的 可是它没办法显现 所以布施一次 就像呢 在镜子上面插一次灰尘 你插一次灰尘啊 你那个光线啊 就亮一次 你插两次啊 它就亮两次 你灰尘插的越多啊 镜子越干净啊 当点蜡烛或灯光一号了 这个镜子可以反射啊 我们的布施功德就来这 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舍 法华经讲 舍尽道方程 意思舍舍舍舍舍 舍得越多啊 你功德自信 就会显现越多 所以真正的功德不从外面来 是从你内心来 你刚开始舍着呢 布施个呢 五块心币 你心脏就是这么想 当你能布施到五十块心币 你的功德就大 大是吧 不在乎外面东西多 而是呢 把心中的这个分别执着啊 给舍掉 所以镜子上的灰尘 插得越多的时候啊 它功德力就越大 显现越大 所以你真正布施的人 或者你不要担心 你赚不到钱 或者你没有工作 假如你没有工作 或没有工作 或赚不到钱 当然大环境有关系 简单跟你说 因为你的心量太小了 你没有发大愿 所以你没有福报 那知道怎么办 劝你念经咯 念佛咯 念咒咯 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打破的时候 它功德就会显现 何况每一部经都有佛讲的功德 接下来你了解了正法 你就会深信去布施 布施的人绝对不会饿死的 了解吗 这叫做深信力强 第三 要恭敬诸佛 常求诸佛的互念与加持 常常念佛念咒 你也会有福报 第四个灭除戏论 这一点请做个记号 联友之间少造口业 不要讲八卦 很多联友很奇怪 就是他拼命学佛法 来的佛堂很高兴 法喜充满 但是动不动呢 就会讲人的是非 这东家常 嘟嘟嘟嘟嘟嘟嘟 西家常嘟嘟嘟嘟嘟嘟 天哪 你好不容易来修功德 修那么一点点 那时候像什么 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常常讲 深口一造恶业 就像什么 上面茶杯 你拼命装水 下面是破的 你拼命漏 尤其是口业 所以各位联友之间 不要说是非 人啊都是不圆满的 应该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 多沟通 多体谅 不要在背后讲人的是非 背后人家讲是非 是造最大的口业 你所有的功德啊 通通都曝光了 好不容易早上才 拜一步呢 钥匙饱餐 功德非常非常大 吃饭的时候 发起脾气来啊 或是讲人家是非 一个称心就火烧功德灵 第二个造口业 你所有的功德啊 都曝光光了 知道吗 这就是很多联友 好 所以不管你学什么法门 对于自己的深口意要谨慎 讲话要讲有意义的话 那假如呢你碰到的联友 他一直在讲呢 你就不要讲话 保持微笑吗 为什么 他造恶业你不要造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讲灭除戏论 不要造口业 作而言不如起而行 实践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你听到布施的道理 应该去实践 接下来再看三十三页 丁三二师五着 才师跟法师都不执着 刚才说第一个要有心量 第二个要发愿 接下来这一段呢 虽然讲二师五着 重点叫你不执着 有些联友啊很执着 做功德还给师父看一下 师父我今天做功德了 他在投下去 你干嘛做给我看的啊 这个就是执着 因为你执着 本来是功德很大了 就变成福报 一点点而已 然后呢有些联友呢 做功德的时候都会突妙一下 哎呦他不是一百 我不是两百 你干嘛好胜心啊 干嘛 你又不是在标那 马票或是六合财 对不对 不需要看自己的心 不要去外面计较 所以不失不可以执着 我前几天讲 后悔也是一种执着 好 请看经文 彼 才师 法师各有两种 一种是有执着 第二个是无执着 什么叫有执着呢 就是为了自己放长线 有些人吊大鱼 尤其是很多生意人 听到佛门讲 哎呀 不失一分啊 将来会变一百万 哎呀 这个投资很高啊 对不对 我为了的佛门呢 有功德啊 我就拼了 这样 福报不一定是指钱 人缘也是福报 才华 口才 人脉 这个也都是福报 有些人就觉得说 哎呀 佛教团体啊 很有福报 我就在做一些语言啊 啊 师兄 师姐 我很虔诚发心 那刚好关心以后 就开始什么 哎 推销产品了 不可以 我们商业经测也规定 绝对不可以谈政治 也不可以说是非 不可以推销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你要做生意 出了庙里面 外面自己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这要严格 因为假如 你不能说 哎呀 师父慈悲啊 不对 慈悲的话就会变成 跟你讲这里讲的 变成有执着的 有漏福报 所以很多人 都是觉得佛门友 放长线 吊达于 他才得到利益 这是不对的想法 你应该是真诚 帮助人家 不要有所求 所以在摩赫般若波罗蜜 经说 菩萨做任何的事情 都无所求 这个才叫做 真正的菩萨行 真正的摩赫般若波罗蜜 好 所以请看 若为自己的身体 若为了生活的滋生 若为了得到殊胜的结果 都希望相训 用法或财来去布施 这叫放长线要钓大鱼 这是有执着的 简单的讲 就有所回馈 有所报仇 好 经说 施主差别 请看33 不贪爱于这个爱国 悲悯故 真的呢 三伦体施 三伦体施昨天讲过 没有能布施的人 所布施的对象 跟所布施的东西 真正为了帮助众生 正觉说彼 佛啊 正觉就是指佛 佛说这个这样子的布施 是最为殊胜的 因为他为了求无上福体 所以刚才大家都听我讲 释迦摩尼佛因地的故事 他布施的时候都是什么 为了救度一切众生 都成佛 这个才真正他要的目的 34宗 我所以做的事情 正做的 就应当做的 就当做 不要怕人家批评 做的时候呢 也真正很认真的舍 用人非布施 就是说布施 就是说布施的东西 是应该以好的东西来布施 用是指比较不好的人 人呢是指不好的金钱 所以布施的东西 你应该拿最好的东西给别人 是布施给别人 有些连友刚开始布施是这样 比如说他有五个茶杯 他想布施供养给他 他挑一个最差的先给别人 其实不对 应该是挑最好的送给别人 而你说 哎呀这个最好的 是我有经验的啦 对不对 我的男朋友女朋友送给我的啦 或是爸爸妈妈 再某一年给我 你就是要连这个执着都放下 所以应该是最好的东西 布施给别人 而不是拿最差的东西给别人 还有些连友布施是 家里有剩菜剩饭的说 哎呦今天剩菜煮不完 带到庙里去供养给师傅好了 其实这样不好 你应该是把最好的蔬菜拿来供养三宝啊 不是吃不完才拿来给三宝 你的心不一样 果报是不同的 三十五 贪啊 会增长你的贪心 所以有些人布施呢 他有时候若不 不舍弃执着的话 他布施的越多 他会越贪心 因为他希望果报很大 这叫贪真施国者 所以这段告诉你 布施的时候不可以执着 随时想到你就能舍 而且 常常呢布施的时候 跟人家谈利息的这样的人啊 这并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也不是施主 像世间有个叫当铺 对不对 就是钱没有的时候 你把手表拿去当啊 就是要还高利贷啊 这些人他是事实上不是做善事 他只是做生意 但佛弟子不可以跟人家讲利息 讲利息的话 你就不是有智慧的人 你也不是真正布施的人 接下来 刚才讲是有执着 什么叫没有执着呢 为了真正真心 真诚自然的 利益安乐一切的众生 若为 假如这样做的话 他就会产生一种叫做 无障碍的智慧 这个叫做无浊 请看济缩 真的失败 他真正真正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菩提心 有悲心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的时候 救人不再多 救人救急啊 可以等于救人的一条命 所以这个才叫真正的布施 所以布施是要很多的不同的状况 而且要智慧的 接下来三十七 有广大悲心布施的人 就像大云一样 云很多的时候就会下雨 就像谢谢今天 所有的莲友在百忙当中 而且下雨当中还来听经 这是很有善根的 同样的 你看大云片满呢 所有的雨的时候啊 所有的每个地方都是他布施的对象 这叫广大的功德主 所以我们常说大功德主 大功德主 是指他的心量大 怨力大 还有不执着 我再讲一遍 心量大 怨力大 跟不执着 这个才是大功德主 其他的呢 都比不上这个 第三十八个 布施及布施的果报 埃米以及需求的人 布施的人对于一切的众生 就像呢 爸爸妈妈照顾所有的小孩一样 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照顾你的孩子 你是不会求回馈的 你不会说 我今天帮你 你明天就应该帮我 反过来说 人家帮我 我们应该感恩人家 人家不帮我 应该的吗 对不对 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呢 朋友跟朋友之间 人家帮你 你要感恩人家 人家不帮你的时候 你不要生气 你说 哎呀我上次帮过你啊 怎么你这次没帮我 人家不帮你 大家都很忙嘛 这是应该的 所以 学佛教徒注意听 什么叫不执着 就是 人家帮我 我很感恩 但是人家不帮我 我也觉得应该的 不会生气 这个 你就叫做 不失而不执着 这样能判断吗 了解吗 了解吗 睡着了 哎呀真的一讲不执着 全部都入定了 好 再看三十九颂 三轮体空 就是不执着你所不失的东西 所不失的对象 以及不失的东西 而常常以欢喜心不失 这个才叫真正的 为大师主 真正的师主 所以我们佛门说 师主弹乐啊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他要心量大 发愿大 还要不执着 这才是真正的功德 有些连友 我要多说几句 他布施了以后呢 参与了这个团体以后呢 布施越大 他拍桌子了 发脾气就越大 讲话越大声 就不恭敬三宝 这是不可以的 听好 不要因为你出了很多钱 你就讲话很大声 你讲的不一定对的 别的团体我不敢 像我们商业金色 我就是不是用按钱分等级的 我是按他的道心跟发心 对不对 他再大的功德主呢 做错了 我一样会教育他的 我不会说他功德主大声一点 师父就忍气吭声 不 我kick it out的 我常说 我像天上的一片云 我供养佛跟一切的众生 没有人能控住我的 所以听好 你不要认为你对师父好一点 多送我一点呢 我就会对你好 你不对的时候 我还是会骂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让你继续堕落 我讲一个例子 不是很好的例子 商业金色就有一个脸友 每一次都要给师父 我要给你东西 他都要买东西给我 我不接受他还不高兴的 师父你要大慈大悲啊 接受众生的供养 我说错 你今天又乱花钱了 因为我不需要那个嘛 对不对 他就很不高兴 第二天呢 师父我要供养东西 Shut up 带回去 我就是不接受他 不是我不慈悲 我非常慈悲 为什么 他是富贵出身的 很娇生惯养 他就是希望呢 来了以后 我说几句好话 我就是不说 为什么 我有一天对他讲 我讲了他 他哭了 我说我如果讲你好话的话 就是生生世世让你堕落 因为你的不需是不清净的 你是染污的 你是希望人家捧你的 那你来学习佛法 我就是要让你断烦恼 他老公不敢讲他 爸爸妈妈也不敢讲话 对不对 就是师父敢讲他 那你说 哎呀师父你得罪他 得罪就得罪咯 走就走咯 我不会为明文立养 全力所控制的 听好 我虽然很年轻啊 我二十年出家来 我还不退道心啊 我有很多地方是很坚实的 我是跟你讲真话 但反过来你做真的很贫穷 你真的要学习佛法 你不能来 我都还会送DVD呢 到他家去 我会叫我学生寄给他 录影给他 是因为他真的想学佛法 所以佛教徒不要去 在乎表面的东西 有很多佛弟子 还是放不下 这里叫跟你二师无浊 叫你不要执着 做功德不是给师父看的 不是给连友看的 当然我也会鼓励人 你真正要学习佛法 你没有钱 我一样会教你佛法 但是你不要跟我来世俗的那一套 social activity right? I'm very busy no time 我很忙的 没有时间跟你混这些的 为什么 我出家的时候是用我生命换来的 你知道吗 对不起多说几句 我刚开始我妈妈家族都是一贯道 他们舍不得我 好我妈妈说 你出家我跳楼 我顶了他一句 你不给我出家 我跳楼你没儿子 你要想清楚哦 哎呀 阿弥陀佛 当然我那时候出家也是半夜绕跑的 所以真正出家 爸爸妈妈欢喜给你 那你要大福报 释迦摩尼佛都是半夜绕跑的 但是要有清静的动机 所以我出家是用生命换来的 我在全台北市是最好第一名学校 我第一名毕业 我最好的学校 我赚的钱是比别人还要多的 我为什么要出家 对不对 所以我出了家还要跟你做这 social activity Buddhist butterfly 到处这样去玩 生命会空过一生的 我会判断 假如你这个人没有钱 但是有一个真正的要学佛法的心 我可以为你讲三天三夜的佛法 鼓励你帮助你 但是你这些人不是为了学习佛法 而是世俗来的话 我想别的法师我不知道 对我就笨了 OK 四十首 若不分别佛 菩提与菩萨而为菩提师 彼当素成佛 他讲不分别就是指不执着的意思 这里不分别 即送若不分别 顿号佛菩提与菩萨 就是说完全都是没有分别心 是平等心 而且是无执着的心 去成就不失波罗蜜的话 那他会快速成佛的 其余更有无畏师等 易随顺入才法师当中 所以更有无畏师 无畏师这里就出现了 所以财师得大富大贵 法师得智慧聪明 无畏师得到健康长寿 所以虽然科班里面他没有写无畏师 大致多论里面是讲财师法师无畏师 三十三页第二行 我是写二师无浊 无浊里面其实包含着无畏师 而所有的东西也包含在财师跟法师当中 所以他底下说 比二种失果及余异器 不欢喜或后悔 因为这个幽恼的心 不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因 也就是说 幽恼的心 担心的心 不是成佛的清净因 反过来说 不失应该生欢喜心 所以大致多论里面说 菩萨行菩萨道时 以不失波罗蜜一度 就包含着六度波罗蜜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大悲心为动力 二观一切法空 三无所不失 无所不不失 四不生撑 不撑笨不恼 这是在大致多论里面讲的 讲义里面没有 意思说 佛菩萨他发心做任何的不失 不失一个香 一个花 一个水果 乃是不失一粒米 给一个鱼 他都是以大悲心而为主的 第二个 他知道一切都是空性的 第三 他所有的东西能做 他就尽量不失 尤其呢 他不失以后 他不会起撑心 也不会后悔 所以鼓励大家 讲了这么多 不失要长生欢喜心 你要觉得哎呀 人生很短 我今天能够有 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我来不失供养 我应该很有福报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不失以后 应该不要后悔 后悔功德会减一半 接下来 辛弘法师的建议 不失的功德来自于什么呢 请看33页第18行 这是我很真心的建议 我学佛这么多年 我也很真心 第一个 真诚心 你心中要发愿 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这是真诚心 第二个 你不失的时候要相信 众如是因 得如是善果 因缘果报 是绝对丝毫不爽的 第三 在不失的时候 听到上面讲了这么多的故事跟例子 心中应该发愿 第四个 要有施舍的心 对于所不失的对象跟内容呢 应该平等心不失 不要说好的人 我就对他不失多一点 坏的人 哎呀贫穷的乞丐 管他的随便应付他 不好 他也是未来佛 所以你要有平等心 第五个很特别的是 佛教徒跟别人不一样是 我们做了善事以后啊 不但不要骄傲 还要有感恩的心 感恩众生 然后让你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的福田 所以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啊 他是非常喜好不失的 因为什么呢 他是呢 为自己跟成佛 而积聚无量的资粮 那这里有讲到第三个 要发愿 发愿请看一下 我写一首供养祭给大家 我把它写出来 我把它写出来 愿此香花云 随心片虚空 供养一切佛 经法极贤重 普勋诸含世 西发菩提心 愿生极乐果 还来度友情 意思是说 我愿我这个香花灯果云啊 随着心啊 遍满的无量无边的虚空 供养一切的佛法生三宝 佛 法是经法 贤圣是指贤人跟圣人 供养一切佛 经法即贤圣 供养佛法生 佛 经法是法 贤是贤人跟圣人 然后希望所有的众生呢 普勋诸含世 你这个香啊 会勋 我们大典里香会勋嘛 去哪里呢 勋一切的所有的众生 它叫诸含世 含世就是有情众生 consciousness 然后呢 都发菩提心 当然下老居士是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 愿生极乐国 还来度有情 那你如果往生呢 要是净土的呢 就是愿生要师国 还来度有情 或是呢 愿生迷了内院 愿生呢 都帅国 还来度有情 这是都可以的 换句话说 这个祭颂里面是当你供的香花灯果云 第一个 随你的心要观想 是变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他供养什么呢 佛法生三宝 佛 经法跟贤圣众 第三个 他要希望这个香 能够熏到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众生 最大的功德 最大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发菩提心 最后希望你这个祭颂呢 你念的是 将来能够往生极乐净土 再还来广度无量的有情众生 所以你在看底下的幻灯片 在菩提加爷的时候 每天早上去的时候 为什么菩提加爷的圣地很好呢 是因为你做一展功德 可以变成一百万功德 各位联友不要讲话 师父还在讲经 保持安静 若没有操到 待会可以出去再问 传织